明星期一的數據尋寶 有Anno在和大家寫算股份 早安 大家好 早安 今天和你談過 題目上都是令人要買得舒服的股份 很重要的三個字 你說要無負擔去選擇一些舒服的股份 何謂無負擔的強勢股呢 其實首先為何選無負擔 我們這個星期已經看到了 市市是很繁複的 像整個星期五跟你在節目說 沒錯 市正在嘗試保力加通道底部 一個監管、罰款消息出來了 今天市又反彈了三百多點 但問題是你看看經濟數據 今早出的都不是特別樂觀的 但我們也強調不需要太悲觀 但大方向是這樣看 但選股份上怎麼選 就是從一些無負擔 整體而言壓力沒有那麼大的相關股份 其實很簡單直接 何謂壓力 通常都是自禁樂於 所以選無負擔的股份 今次就是上星期我們選了一些 股值特別便宜的 在200億市值樓上最便宜的股份 今次都會用200億市值來做一個細選 跟上星期說的一樣 這是安全網 但今次無負擔就是鬥多現金 今次就是200億市值以上 最多現金的相關股份 OK 跟大家先跟進了今次去選一些 叫做無負擔 大家買得安心的強勢股 第一個篩選條件 有些甚麼呢 剛才Arno幫我們略為透露了 第一個市值要大的 小隻就買得怕的 大隻起碼都會覺得長渣都沒那麼怕 200億市值以上的市值 另外就是它的股價不能夠貼近52週低位 還要說要撇除金融行業以外的股份 其實有甚麼呢 金融行業有沒有怕呢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鬥多錢 但問題是金融行業大家熟悉 就是其實是錢滾錢的行業 所以他們手頭上的現金一定是多 但在計算方法上面 會計準則上面 跟一般行業是會有很大差距 當然可以組成一起說 但涉及的分析和數據上面 又不是那麼容易選擇 所以我覺得特別上個星期 我們選了一些便宜股值的金融行業 所以這次就把金融行業篩算了 作為一個比較容易的入手角度 另外最特別的地方 為甚麼不能貼近52週低位 就是因為始終我們現在的 就是鬥多現金 但如果整間公司 因為一些特別因素 可能賣了一些 因為自己本身的業務做得很差 甚至要賣盤等等 可能會短期來說有很多現金 但未能夠 可能在我們找的方向上面 就有少少誤導 所以如果你是太貼近52週低位 我會將它篩選是多少 在大約是10至15%左右 那類型股份 就未必納入在裡面 所以這次選擇的股份 實際簡單來說 你又不接近52週低位 但大市其實現在是近52週低位 沒錯 所以就會變成一些 叫跑贏大市 叫做多現金的相關股份 亦都是為甚麼我們一開始說 這些是沒有負擔的股份 明白了 第一回合 其實已經幫大家 設定了很多安全網 就是選擇何謂叫做沒有負擔 買得舒服的股份 先用第一個放大鏡出來 幫大家一起編補 第一個篩選的結果出來了 其實我們再加上一個小小的篩選條件 就是正現金對權益比率 再加上剛才說的那一堆篩選條件 選了出來的五隻股份 不如先請教一下你 這些股份 其實看上去 就不是大家經常說的那些熟悉的藍籌股 或者是一些叫做當炒的科技股等等 反而可能大家說 其實做些甚麼的 可能說雅迪控股是做些甚麼的 中行科工也是做些甚麼的 反而這些股份篩了進去 有甚麼啟示出來 是否代表它們就是市場上的流亡之餘 其實又不可以說流亡之餘 因為這些是特別的 因為我們現在設定了一個安全網 就是200億市值流商 說到有差不多的規模的時候 市場一定會注意到 所以不會是一些流亡之餘 現在純粹以多現金 即是手頭上的現金充裕的狀況 你講到這裏 現金對權益比率 即是對股值來說 接受80多% 簡單一點他們不會出現 一些資不抵責的狀況 但是會有些少不同的狀況 因為其實你看到五間公司 都是不同的行業 所以很難完全一概而論地比 而且每間公司發展的方向上都不同 譬如瓦迪做一些電動的單車 譬如中國重器上面 其實是說一些重卡車的電動車 或者重卡車的發展上面 今生遠見一間典型的科技股 中海物業 就算多現金 有時市場又會擔心 內房行業轉差 會不會情況轉差 所以是很複雜的 由於這五間 都是屬於市場上多人留意的相關股份 所以我覺得用一個簡單的角度 你看一下市場上面 用一些什麼股值模型去推算 從而去判斷 哪間公司的潛在價值 潛在升幅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就不要強硬 始終屢似蘋果和橙 比誰比較好吃 而然不太 但是五間公司都值得留意 我們下一個篩選就是 看看哪間公司的潛在升幅 在市場的分析來說 是覺得相對比較高 剛才你幫我們買了一個關子 叫做市場用不同的模型 去推算這些股份的市值 其實何謂用不同的模型 去推算公司的股值 其實看大庵報告 從來大家只會看到目標價 沒錯 但計算目標價的時候 他們要用很多不同的方法 而不一定哪一個方法是對的 即是不同的觀點去看 但由於我們都希望 將數據上面比較全面 在統計分析上面 只要你越多的星寶薩 越多的資料 越多的統計數據上面 就會相對越準確 所以可以用很多種不同的模型 來進行去推算 所以今次來說 就是盡量用多些模型 去整體而言得出一個平均數字上面 而這個平均數字 對保價來說 就是一個潛在的升幅 可以是其中一個參考點 OK 再簡單來說 以多個模型去模型 計算的平均值 就是市面上有很多不同類型的分析 他們的分析方法 我們統稱為模型 去推算這間公司 到底股值是便宜還是貴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再用這個股值去推算 現在的股價 潛在的升幅有多少 我們的重點 就一起看看 到底他們未來的潛在升幅 大不大 拿多個放大鏡出來一起尋報 好 好了 最後計算出來的結果 每隻如果用大家市場 估計它的潛在升幅 都是有得升的 但升得最厲害 很明顯就是中航波工 如果用數據說話 似乎它已經是我們的答案 沒錯 我也覺得比較合理 為什麼我們用這個方法去看 就是因為我們這節 雖然是用沒有負擔的股份 不是鬥搭水 不是純粹鬥哪個多現金 所以選擇哪個這麼簡單 由於五間公司的基本因素 都完全不同 所以我們就是用一個模型 去解釋哪個的潛在升幅比較多 而中航波工 我覺得始終是在不同行業上 論爆發性增長 他們的確未必有汽車行業 或者雅迪那些 那麼高的增長速度 但如果你看到股價 雅迪那些也升了很多上來 論估值 也不是特別便宜 所以我覺得多現金之餘 還有一些估值相對比較便宜的股份 而估值比較便宜的股份 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你用模型計算 普遍來說 潛在升幅會相對比較多 所以我覺得今次來說 我覺得 用這個角度去看 你又要多現金 又要穩紮 又要有一個好的潛在升幅 那麼中航波工 會是這次篩選出來的結果 明白了 當然我們剛才是用數據上 告訴大家 它是一個沒有負擔的股份 但是你選一隻股份 都要認識和機負面 Arnold幫我們略為做了一點點功課 其實中航科工這隻是做些什麼的呢 其實是做些航空科技相關企業 你就說受惠的地緣政治 軍工概念等等的因素 其實基本面都可以 基本面其實是一直都可以的 甚至當市場去找一些軍用概念 很多時候會想起這隻股份 但是我們去簡單了解 就是這張是中國著名的航空科技公司 主要是做一些直升機 相關的飛行設備 未必一定是直升機相關的設備為主 而涉及軍用、民用也會有 所以當一旦地緣政治緊張 大家覺得軍事設備 未來內地要投放多些資源下去了 很多時候會炒這些相關股份 但是我們從投資角度上 未必用這個角度去唯一的出發點 另一方面就是 始終全球是說航空發展 甚至再遠一點 航天科技上面 也是說市場發展的趨勢 所以我覺得其實也解釋 為什麼市場計算 股價潛在升幅 會相對比較多 而你看看股價過去一年、半年的表現上面 都不是一些特別跑速的市場股份 所以我覺得 從角度上 就是說今年選股份 你要選一些有投資價值 而且同時股值要吸引 我覺得中航科工是值得大家留意的股份 好 今天也多謝阿諾幫大家 用數據上選擇中航科工 看看可否基本面加上數據上 得出來結果去未來真的有一個 不錯的增長空間 這節先和大家先跟進去 一節的財經消息 內地物價持續降溫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6月份按年持平 表現是兩年多以來最弱 市場原本預期再升0.2% 至於按月跌0.2% 反映企業成本的工業生產者 出廠價格指數 6月份按年跌5.4% 表現是七年半以來最差 跌幅亦都大過市場預期 而且是連續第九個月下跌 至於按月亦都跌0.8% 國家統計局解釋 物價降溫主要由於石油、煤炭等 商品原材料成本繼續回落 而且去年的基數比較高等 食品價格整體按年升2.3% 升幅按月擴大1.3% 當中以鮮菜、鮮果和禽肉的升幅比較大 豬肉價格跌7.2% 跌幅按月擴大4個百分點 人民幣中間價繼續上升 見接近三個升期高位 官方開出的人民幣中間價 佈7.1926對1美元 較上個交易日升128點指 是自6月21日以來的高位 現貨人民幣方面 財經消息看到這裏 內地公佈的通脹數字低過市場預期之後 恒指升少了 早段曾經升超過400點 高位見過18781點 最新升幅收窄 只是盡上222點 佈18587點 A股方面繼續靠穩 上升升0.3% 報3207點 留意創意板指數 升到超過1.7% 跑贏A股其他主要指數 和大家綜合上 早上的焦點 今天港股有一升 主要靠科技股托著 騰訊和螞蟻集團 兩大科技企業的整改罰款落實了 螞蟻罰款71億的民幣 見到市場憧憬 科網監管終於應該告一段落 情緒有個好轉 另外留意中美關係 美國財長耶倫訪華 暫時說到訪華之旅 有一個成效 幾有成效和實質 似乎言論亦正面 不過見到重磅股和市市都升少了 因為內地金組公佈通脹數字 低過市場預期 大家擔心內地經濟內需不夠的問題 A股怎樣判斷呢 這次繼續有Anno 你好Anno 保綫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你好 A股後市怎樣看 短線壓力一定會仍然在 但仍然不需要看得派避股勸著 因為其實今早的數據固然是差 但其實過去整個第二季 即是4、5、6月份這樣計算 A股港股差都是因為擔心 同一樣東西 就是擔心內地慢慢有一個通縮的風險 記住是風險 不是現階段通縮 但與此同時 除非大前提就是未來什麼政策都出不了 或者沒有太多政策去幫助 才會導致這個風險慢慢浮現 但其實大家都深知肚明 去到月尾那段時間 特別是政治常委會上開始 陸續續會有不同行業的政策出來 而看過去一個星期 亦都說個別行業 有些扶持政策的相關消息出到來 雖然情況固然不樂觀 但目前跌到這個水平 我覺得又不要太過被貫注 例如說一些好像剛剛提及到騰訊 或者阿里巴巴買集團罰款的因素上面 市場可以當一些壞消息出盡的因素 當作一個炒作 這個會是短線 市場未來轉世的一個最大的轉捏點 所以我覺得一些經濟數據上面 特別在CPI、PPI上面 這些在傳統經濟學上面 是一些叫做典型滯後的相關數據 如果你看一些滯後的數據 來判斷一些短線市況的變化來講 就未必會能夠作準 相反短線等於什麼 即是在說政策上面 特別一些扶持行業的政策 特別整個消費市場上未來 會不會有多些政策出來去刺激消費呢 可能性其實是變得高了 因為現階段是沒有一個很明顯的通脹壓力 出這些財政政策的刺激 永遠最大擔心就是有一個通脹壓力會出現 但內地由於暫時來說 沒有這一方面的負擔 甚至你看上個月 在貨幣政策上面 LPR都有條件再轉一步下降 所以當現階段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都有條件推出去刺激經濟的情況下 這個通縮風險是否真的想像中那麼大 我覺得會有討論空間 雖然數據差 不過反過來想 可能對政策 一些刺激經濟的政策 推出就更加有可能推出 不過也要就著 貨幣政策萬一減息降準的力度過猛的話 分分鐘人民幣又再次沉底 事關和愛維 包括美國的息差拉闊的時候 也都不利人民幣 會不會其實大家是憧憬一些財政政策居多 那麼越低的期望就越來越高了 那個政治局的東西 如果你講在刺激經濟上面 我都相信主要以財政政策為主的 特別講以內地的經濟體系上面 一些財政政策的直接刺激作用 會相對比較大 因為就算上個月我們看到的降LPR這些因素上面 息是便宜了 但是銀行借錢出去的意欲 是否代表直接是等於大了 未必的 因為現在銀行業的整體息差上面 就是窄得非常緊 他們借貸意欲 或者市場上的貸款需求上面 是處於一個尷尬的階段 但是在財政政策上能夠直接刺激到 幫助性自然會比較大 但剛剛提及到人民幣貶值的因素 就不只是單一內地市場 甚至未來美國會否再進一步加息 這些因素亦都要考慮在內 但如果你看美國最新的飛龍數據上面 亦都顯示其實這方面的壓力 未必真的有想像中那麼高 所以我覺得短期來說 就不適而提得太過淡著 但是你說一些大型的政策上面 可能真的要去到月中打後的時候才看到 所以短線來說我覺得 市況如果能夠存定 整體延將上個星期的跌勢 看到有一個存定跡象 那就OK的 所以今天整體延市 只要不是出現到一些倒跌的狀況 我覺得就應該不需要太多擔心 OK 相政繼續在3200的水平靠穩 不知道會否就是因為憧憬政策出台的因素 而以下這類的板塊做好 包括零售消費股 無論在港股還是A股都做好 A股來說中國中免出了業績 股價一度升停板 最新升到9% 其餘也有一個升幅 港股方面 無論是體育用品股還是飲品類股份 很多都錄得一個升幅 剛才提到CPI的數字低於市場預期的時候 大家怕內需不夠 其實這件事大家都不意外 你看到體育用品股數牌受壓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些行 統計渠道數據 說6月份的銷售不行 怕全年要調低增長預測 還有其實那些車都是 你看到新能源車又怕減價戰 似乎那些產品不止加不到價 還要減價 難怪CPI沒有勝負 這樣的話 似乎這一版今天的上升 都是憧憬政策 沒錯的 但要留意這個版法 也在過去一個星期下跌得比較多的版法 所以整體來說 充經有政策扶持 也要背後去理解扶持資源 行業本身 要是行業本身 有一個大的增長空間 例如剛剛說電動車 或者汽車行業上面 整體看法會正面反跌 但如果你說體育用品行業 或者餐飲股上面 其實未必是行業自身問題 也有機會是涉及公司 本身面對著的問題 特別是說餐飲業 其實逆後重啟 大家出來消費上 餐飲業應該有強勁的增長 但問題是公司 在餐飲過程上 又不能夠搶到市場佔有率 能不能夠繼續擴大市場 即是繼續擴展下去 其實未必是行業 可能是公司自身策略問題 特別看回海底路 上次業績做得好 主要是靠削店舖 即是靠關店舖 等等這些動作為主 所以其實幫助性未必會真的太大 所以我覺得內需上 你都要選擇行業去看法 而體育用品行業 主要的問題就是 在疫情那段時間 其實他們受到的影響相對較低 現狀整個體育用品行業 面對著普通的問題 包括海外的品牌 Nike的特色公司 如果你看他們的最新季度業績上面 都顯示在收入方面 會有壓力 至於為何會出現減價 其實某程度上就是 你看看PPI數據上面 很多原材料 隔近期來說 有個高位回落的狀況 他們不會因此 從而有個暴利 很可觀的盈利在 但是如果你說 是從事代工製造那一類型 例如體育用品當中 例如看新洲這一類型 我覺得在業績上面 毛利率的表現 又真的未必會令你太過失望 所以我覺得在行業上面 即是選擇個別的公司 或者在行業的產業鏈當中 一些部分的sector來選擇 而內需方面當中 一些做得代工 或者行業競爭 沒有那麼激烈的相關板塊上面 會比較吃香 OK 也要分離看的 有些受的影響沒有那麼大 好像經銷、代工這些 不如同大家說一下 消費都很闊的 那個類型 有沒有哪些是錯殺了 或者其實有些可以低級的空間 我覺得剛剛提及到新洲 我覺得版面上 都是一種值得留意的股份 即是你直接買內需品牌上面 固然說是有很大的憧憬 但你做得好那些 很多時候都已經貼近50億 有個位置 但新洲最主要的問題 近期來說 特別是你用錯殺來形容 近期因為在六月份那段時間 見到他們主要合作的品牌 Nike, Adidas, Unico等等 這些品牌上面 那個收入表現上 訂單方面的確不是太過樂觀 導致股價跌了下來 但其實與此同時說 有很多代工生產 甚至說人民幣 在今年貶值了這麼多的情況下 他們說在一些海外市場上面 整體表現上面 是應該能夠受惠 所以中期業績 未必有想像中那麼差 有機會支持到 目前來講20多倍PE 這些股值 所以股價也有個初步 可能率先給大使來講 提早見底的狀況 我覺得短期來說 只要不穿70元這些水平 這個股份都可以去留意 OK 你看新洲的股價圖 其實跟李寧、安踏那些是很不同的 李寧、安踏上天都是創今年新低 今天就叫做省為反彈 新洲其實是進一步從低位回穩 今天最新都升到2% 謝謝Anna的分析 剛才講過的股份有沒有拿著呢 都沒有持有的 好,謝謝你,先看一看 你好 來到即市密博的時間 今早早龍頭的科網股顯著有反彈 帶動恒指列口高開381點 最多可以升到485點 不過看到去到高位之後 承接力都不夠 之後一度都要維持過8點的升幅 看著,內地也公佈了一些通脹數據 看到持續也有降溫 6月份 包括CPI和PPI指數都差過市場的預期 看來內地市都憧憬轉內地 科網行業的整改有機會已經結束了 領獎行業要留意一些科網股 科網股方面 阿里巴巴今早曾經都升到超過半成 現在來講升超過3% 至於京東集團升超過2% 快手都升超過3% 至於互聯網醫療方面 股份都有得受惠 包括阿里健康和京東健康 每個月份都升到超過4% 領跌的行業有些什麼呢 包括一些內房股 見到佳兆業未能上還本金1.7億人民幣的債券 和相關利息 被債權人入稟申請 要將公司清盤 至於遠洋地產方面 公佈了上半年的銷售額 按年跌大約1.7% 股價來說,佳兆業跌超過9% 至於遠洋跌超過4% 我們先看下節目吧 好,繼續節目時間 港股剛才的升幅縮到200點都沒有 現在就維持著200點鬆一點的進漲 其實早段的時候 我和你在另一個台做的節目 那時高開2% 但是開了市場 就因為內地公佈了CPI 數據其實是差過預期的 CPI其實是持平的 如果PPI來說 進一步是貼幅擴大 就差過市場預期 拖累到整個氣氛都是轉壞了 連阿里本身都好像有個大好消息 托著股價下 都是幫不了手 市方都是暫時聲勢顯著回述 現在怎樣去評價 算不算還未找到方向 其實方向在現在這個階段 有一些叫偏離好小小的消息 就會推上去 偏離好消息 其實在過去剛剛星期六日 出來大家見到阿里巴巴的消息 第二個就是耶林拜訪我們中國 你也都見到 口吻上好像鬆一鬆口氣 這些都會形成了一個比較樂觀的情緒 就夾了在這個星期裏面 但是這些消息面 我想都是一個比較短暫一些 因為始終暫時整體的佈局 大家都會見到 恆生指數其實在3月開始 形成了一個叫下降軌在這裡 這個下降軌其實是由流到尾 暫時都沒有任何的轉變 跌得比較深一些 或者比較多一些的時候 那就做回一個反彈 有些消息 所以我覺得現在暫時 都是依著這個情況來做標準的 上面阻力區 我們用回移動平均線來做標準 希望它可以站到在10天線上 現在10天是19,000點附近 站到的話 但是上面兩條移動平均線 更加一條遠一點的線 20天線和50天線 兩條中間 拉一個平均數中間 就是大概19,300 即是說比你上多幾百點的話 你又會有一個壓力在 所以暫時形成了一個格局 有消息就彈一下 沒有消息的時候 就會反覆在這個下降軌裡面 又要試一試下面的低端位置 始終外圍第一 第一 息口方面 西方國家尤其美國 接下來都會告訴大家 白威爾都說得很明示 有機會兩次 但是國內要有很大機會 行寬鬆政策的話 反而反過來 有機會在貨幣政策裡 有較為寬鬆 這個息差方面 就會令到人民幣 有機會仍然是儲弱勢 儲弱勢就令到港股肯彈 就難大升 這個一個很大的明顯的格局 已經部署在這裡 現在大家都是引頸以待 7月尾附近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會不會有多些消息 而這些消息是夠狠 夠辣 夠勁 就可以令到大家對國內的經濟 接下來的復甦情況 就會有一個多些的憧憬性在這裡 否則的話 暫時相信就會在這個位置 可以發浮沉沉沉 反覆可能會再試一些底部位置 好 Kent 對於大事政的看法 覺得其實未這麼快 所謂叫做真正見底 唯獨現在可以等的 就是經濟數據好轉 以及 何時會有些實質的 似乎經濟措施政策出台 暫時大家在等的 就是政治局會議 前後期間 有沒有消息可以炒到 好 之前大汗花旗也說過 留意這段期間 可能有消息出 到時的氣氛會幫到手 對於大事來說 好 其實上一節 就跟大家說到 CPI數據 消費物價的情況 這節也跟大家跟進一下 消費類股份 我們這次重點是 反而看著 本地或國際消費相關的股份 螢光幕見到 有好像 Jordano 歐蘇丹 新秀麗 普拉達 還有六幅 相對上 偏向一些 本地的品牌 或者國際的車廠品品牌 為什麼這個版塊 仍然還可以留意 是不是反映 國際上的通關數 復償做得相對好些 這個版塊 我覺得都要比較慎選 一些股份 因為現在你看到版塊 其實兩三隻簡單 兩三句 歐蘇丹之前出了 季度業績 其實是不理想的 是的 跌得很急的 這是一個很大的關鍵點 因為歐洲那邊 其實鵝烏局勢 仍然持續 你對歐洲那邊的消費力 剛剛出來的那個 營運數據 有些端例在 亦都大成交質下來 我覺得會比較保守 新秀麗 保守一點的意思 即是說 現在這一段 你要再做一個反彈 就比較難一點 所以要比較謹慎 第二件事就是到新秀麗 新秀麗 早前那季出了業績 升了三倍 但是股價出來之後 反過來 在業績之後 一直跌下來 跌到二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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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有個顯示是什麼 現在 接下來這個階段 還會不會有一個三倍的業績 走到上去 因為隨著大家說 在這一段 其實是說一、二月的時候 大家就憧憬 國內復償 而大動到那個 產品的銷售情況 但是開始 你看到四、五月開始 就因為國內的經濟數據 一般的 然後走下來 所以我覺得 你去判斷新秀麗的話 其實一個比較大的重點位 二十三個半附近 就是它早前有個 陰燭跌下來的 一個大的阻力區 站到二十三至二十四附近 你就有機會再往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都是要比較謹慎 如果你加起來 我們剛才 再加上普拉達 今天好像幾帥仔走上去 但是我又可以提醒大家 普拉達上面 現在暫時的阻力區 說的是五十七至五十八 有沒有一個很特別的利好呢 其實股價一直都叫硬正 只不過離回這些水平的話 我覺得走著波幅的可能性會比較大 那回去反過來 去回709 709 因為它過去這幾年的策略 做得不錯 是走一個叫國際多元化 國際多元化 當然不是去到歐美國家 它都幾偏向了幾多馬來西亞 在講印度、菲律賓 甚至去到亞聯遊 這些市場 也有開分店 那些 我亦都在四月去過馬來西亞的分店 就是那個旗艦店網過 大致上你見到業績一路跟上來都對版 所以如果你看到技術走勢也好 或者樣子也好 或者它的部署格局也好 我相信如果比較… 如果經濟是環球來說 下半年是開始比較弱些的話 反而對回佐灘奴的產品 在一些新興市場 我覺得就有它自己本身的特定優勢 因為向一些比較中價少少 或者比較低價少少的一些產品 可能銷售的壓力反而沒有那麼大 我覺得可以留意佐丹奴的走勢 佐丹奴其實就補充一點 早前其實已經發了營起 他就說 今年上半年的淨利潤增長 可以最多升到一倍 還有Ken剛才說他做什麼市場 其實是幫到業務做得好 如果用去年全年業績來計 東南亞及澳洲的營業額增長是去到38% 另外還有一個增長快的市場 就是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那個區域它的營業額增長到兩成多 反而你說中國大陸那些是倒退一成多 他現在做的就是靠你剛才說的新興市場 但快速跟你跟進去股價走勢 因為佐丹奴其實過去一個月升了不少 兩成四 還有RSI都超賣水平 超賣水平 七十一 你覺得按著這個勢是繼續升 還是可能是時候會有些獲利盤 我們有兩個簡單的策略 第一個策略因為它已經突破了自己本身的阻力區 如果你在這個位置去hold的話 我們有兩個策略 第一就是等它如果那個價格不再升上來 反而挖下來的 貼近兩個四 我覺得你可以先考慮賣月部分 但如果你在這個位置 一直都不跌下來 反而在現在做一個叫奇形三角 它再突破頂的話 我覺得下一段就會見到大概三元 所以有兩個不同的策略 大家可以做一個叫相應的部署 明白了 好 這節先和Ken 聊著左單路 待會回來還要和你聊一隻消費股份 就是中國中緬移動急升 這節先休息一下